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一本书不需要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换言之呢 我们可以从书的中间开始看 不需要从第一页开始看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现在需要加强的部分 像以我们这本书来讲呢 后半段的章节都是在讲 如何加深我们的阅读深度 像这本书呢 我们就可以从后面的章节先开始读 原因是这位学生想要加强的是阅读的深度 所以呢 他就可以直接从后面的章节 比如说跟文科有关的书籍有哪些 他该如何去抓重点 后面还有跟理科有关的书籍 有哪些该怎么样抓重点 这些深度先建立好之后呢 他同时也可以慢慢训练影像阅读 其实各位要建立一个概念就是 书是拿来用的 不一定要完全照书的排列方式 把书给读完 只要你觉得我现在需要的部分是什么 我其实是可以跳到那个地方 先开始阅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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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